对了 南州 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还好 你看这蜡烛 我有你上次买的 好看 我们泡一杯吧 那个晚上 我说 我们露营的那个晚上 我 我会负责的 你 要怎么负责 我 你说 不是 要不 再喝一杯 好 我陪你喝吧 好 现在能说了吗 好像还差点 好 酒没了 我 你说呀 我 还是我来说吧 我 我 也许出击真心的感受 不适合说出口 却都偷变幻成笑容 随时尝一口 龙南州 我喜欢你 我 看到雨中的你 只想甜心抱起 冰冷的心态 直到你空降而来 让我可以对这世界 更温暖一代 灰暗的云霾 也被时间都解开 某一天 明白什么更值得我 期待 遇见你 是最美好的切后 你怎么在我床上 这是我房间 我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行 耍烂 难道 你真忘记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 郭南庄 我喜欢你 要不 我把昨晚的过程给你重演一遍 帮你回忆回忆 你 不用你帮我回忆了 我好像有点想起来了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自己做过的事 叫负责任 你怎么说的我好像很扎一样 难道 你还不想负责了 那你要我怎么负责啊 首先 事已至此 你要负全责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明正眼衰的恋爱关系 怎么 有意 没有意 其次 我现在是你的未婚夫妻男朋友 所以 你得尽快对外公布我们之间的关系 怎么 你还想考地下练球 好吧 还有 你得旅行女朋友的全部之责 什么职责 早安稳 每天都要 每天都要 你这么说 我 约着烂腰 是会被谁记得睡不着 这个颜色不错 不过这个名字叫 赤若大盗 我才刚开始叫赤若啊 不行不行 这个好 展颜色 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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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最好又 太强了 这个好 永恒之恋 这个好 就这个 小胖 主人 小胖在呢 你知道鲜鸡蛋怎么做吗 把锅烧热 烧到冒白烟 然后呢 粉块油 再加盐和黑胡椒 最后放鸡蛋 打造独一无二的黑暗料理 黑暗料理 主人 冒险了 冒险了 需不需要报警 我怎么了 你在做什么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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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开 我来吧 不用 不用 你到外面等着就行 你 你嘴怎么了 怎么样 好看吗 你是不是中毒了 走开 怎么了 疼 我 没用力啊 是你昨晚太用力了 好了 上班去吧 记得想我 走了 拜拜 路上注意安全 是他先喜欢你的 顾南中 他说他喜欢你 喜欢的都不能控制自己了 什么 你真跟他在一起了 你先别激动 坐下慢慢说 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的 莫名其妙地就在一起了 反正我们之前学的那些都没有用 那 是谁先表白的 是他 他先忍不住跟我表白的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他叫我对他负责 负责 嗯 是他先表白的 为什么要叫你负责 而且负责是什么意思 木已成舟 半推半就 还是他真的喜欢你啊 哎呀 算了 反正我们已经确定关系了 这些事以后再说吧 哦 对了 你着急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要说吗 我是想跟你说 我也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了 真的 是谁啊 长得帅吗 多大年纪 干什么呢 你 你别一下子问这么多呀 我 我们才刚在一起 我过段时间再带给你看 你没有搞错啊 跟我还这么神秘 午饭时间到了 我得先走了 我要给顾南周送饭去了 啊 你 真是个重色情有的家伙 你好 你好 帮我打包一份鱼片粥 好 还有呢 再来一份长粉 谢谢 好的 你好 麻烦稍等 嗯 清清 江总 好巧啊 你也来买鱼片粥吗 是啊 小姐你好 好 你的鱼片粥好了 谢谢 那我先走了 拜拜 他也来买鱼片粥 该不会也是给郭南周买的吧 你好 麻烦帮我坐快点 我赶时间 好的 嗯 南周 我回来的时候 顺便给你买了鱼片粥 谢谢啊 不客气 顾南周 你怎么来了 刚好路过 给你买了份鱼片粥 还有 肠粉 好巧 两份鱼片粥 两份鱼片粥 既然有两份鱼片粥 那拿一份给江少川吧 他一定还没吃饭 好的 顾总 你给我贴好了 以后喝粥 只能喝女友特共版 要不然的话 你就死定了 好好好 小顺点 给我点面子行吗 我是你女朋友 干嘛要小顺你 我向你保证 绝对一口也不偷吃 你还要偷吃 我是说周 家有何东师 我只吃你带的行吗 谁是何东师 你给我说清楚 这是公司呢 注意点影响 我告诉你啊 全部都给我吃完 一点都不学生 知道了 知道了 好吃吗 下次喝酒 好了 你看够吗 要不要再等一会 行 我听说你最近拒绝了一个学妹的告白 为什么呀 我可是见过那个学妹的 长得可爱又有才 快说说 没什么 就不喜欢呗 不喜欢啊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跟我说说 我帮你在附近搜罗搜罗 不用 不用搜罗了 不用搜罗 什么意思啊 难道 你不喜欢女生 跟你开玩笑的啦 你别这么害羞嘛 跟我说说又不会怎么样 我见少了又不可能 立马就让你们拜堂成亲 静静 你明天晚上有空吗 干吗 我想 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 你看 这个灯光也不错 氛围也好 最重要的是 还不要钱 不是工作的事情 是我自己的事情 清清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回家 忙了一天 没话了吧 还好 你们 对了 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男朋友 对 真正的男朋友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 明天晚上我们肯定要去付个聚会 什么聚会啊 你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要不要穿礼服啊 放心 什么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们还有什么正事要聊吗 我没有了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好 张一 这消息有这么劲爆吗 反正 他迟早得知道 我恨不得 马上告诉全世界 回家吧 嗯